這些臺北市這麼有戰力的這些人 怎麼都不來幫蔣萬安 那你沒有看出其中的美感 就我瞭解就是說 蔣萬安身邊的三人小組 對戰鬥人是極度的排斥 大姐 蔣萬蘭 鄭大教授 余振華 今天我們找到他照片了 辦公室主任 沒有公開可以用的照片 延邦群 好神秘 但是這個是鐵三角 到現在還是鐵三角 目前還是 對 那十三千歲是準備把鐵三角給驅逐嗎 還是要相互合作 對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看這個林毅華強勢介入之後 他的人事鋪排 就是認為蔣萬安你之前的路線 這三人小組帶你你的路線 就是錯 也不是錯 就是說失敗 算是要定調你是失敗的 所以他現在拚命的 要把蔣萬安再拉回來 拉到十三千歲 裡面來 震嵐 震嵐的體系 對 那我認為說目前為止 我在報一個料 上禮拜有一個大佬 去跟蔣萬密會 就有直接跟他講說 你再這樣下去的話 你的這個 你的選戰鐵定是輸啦 因為你的幕僚團隊 就是這三個加成 那這三個加成看起來把你的選戰操盤 操盤的操得這樣子不像樣 操到城市中出來 那都傻眼了 對 那所以他認為說你這三個人可以當你的加成 沒有關係 你可以幫你管理你的財務 幫你管理你的一些 但是就是說你真正的這個選戰操盤的時候 這三個人看起來顯然是失敗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林毅華強勢介入之後 但是我認為目前就我的瞭解 蔣萬還沒有打算放棄這三個人 鐵三角會退出嗎 蔣萬無力處理 蔣萬無力處理 那將來鐵三角跟十三千歲 再加上兩個十五千歲 會打成一團嗎 會有很嚴重的隔閣 因為這三個人還是堅持認為蔣萬 應該還是要走中間 甚至你撇開深藍沒有關係 他認為說蔣萬 你就是要走藍的然後偏 偏中間 但是你看起來林毅華的打法 你就是要把蔣萬再拉回深藍的這種正統路線 尤其又有黃珊珊搶票的一個疑慮 那我就要講 蔣萬就是那種優柔寡斷 大佬跟他講完之後 他瞭解 他瞭解他團隊的問題在哪裡 但是他無力解決 他也不願意去處理嚴邦軍這些人 那我就覺得說他就是第二個江啟臣 當你想要改革國民黨的路線 你想要把這個九二共識 你想要把他走出自己路線 但是馬英九一拍桌一震怒 你就馬上 這個就縮回去了 所以難怪國民黨看衰你嘛 那江啟臣後來選主席就輸了 所以我認為說蔣萬會變成第二個江啟臣 就是你連你的路線 你都無法堅持住 當然就是當然他的加成是有問題的 可是我也不認為說他的策略是錯的 因為你作為國民黨 你作為臺北市長 你本來就是路線要極大化嘛 你不是只有顧森蘭 尤其森蘭 現在又不是臺北市的一個主流名義 但是如果未來你的路線 你本來想要改革 像張體成一樣想要改革 但是未來你的改革 你只是因為這樣子 李逸華強勢介入 要把你拉回森蘭的系統之後 那你的改革路線失敗了 你還想要管理這臺北市嗎 就是 但是他先講啊 可是蔣萬安的選情 看起來是吃這個野養 吃那個野養 那更重要的是因為陳時中上個禮拜一開始打選戰 到今天也不過才第二個禮拜的禮拜二 已經逼得蔣萬安跟在這個陳時中的背後 已經推出了這個國民黨的吳思瑶這個總幹事對不對 他們的林逸華來一起來操盤 然後昨天的被逼的推出了十三千歲 所以要請教這個思瑶的事 人家也推出了年輕的發言人 剛才不是說了嗎 這些人大家不太會念名字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念 反正他們這個跟著學習了林楚英跟莊任雄推出兩個部分去立委 看起來他好像在做一個MeToo戰術 可是我一開始的時候 在開播之前聊天問吳思瑶的時候 他說這叫跟壁中戰術 其實今天是蔣萬安宣佈參選第六十二天 是陳時中投入選戰第十三天 大家可以比較看看各自陣營的一個部署團隊的組件 那其實站在我們是競選團隊的立場 我還是要說我們真的期待臺北這一場選戰是一個高品質 畢竟他是臺灣的首都 我們希望他是個良性競爭 所以今天看到蔣萬安終於把團隊組起來了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我們就不會在平行時空 我們要很紮實的打選戰 很誠心誠意的打選戰 可是你看到對手不知道 他是處於一個離心離德的狀態 是處於一個萬安拉警報的狀態 所以講回來 我們樂見對手是暗部就班 把選舉當一回事 開始學著當一個稱職的候選人 開始學著去起碼的把團隊組起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好事 但是當然大家他一公佈之後 對於名單有很多討論 現在是5G時代 我們用的都是iPhone13 他們可能都還在那個波階的時代 是掀蓋式的手機 那我要強調 就是年齡不是問題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是 這個團隊所呈現出來的社會觀感 跟你團隊呈現出來的這個image 他的價值是什麼 我分三個面向來講 第一個我顯然剛剛看到這個以前的影片 看到李慶安委員 好懷念喔 那是二零零五還零九零八的影片 然後羅書磊委員 當然還有他們名單當中的相對比較資深的 都不是現役的政治工作者 充滿回憶殺 這是一個充滿回憶殺的團隊 好像是一個過去的團隊 其實我要強調年齡不是問題 你是退役的也不是問題 大家都可以對社會貢獻心力 但是這一群非現役的工作者 他顯然會對民意已經不熟悉 他可能對現在的民意 已經有所脫節 未來蔣萬安領導的這樣的作戰團隊 他端出來的政策 他所想像的臺北是現代的世代的人所需要的臺北嗎 所以跟民意脫節的這個部分是要注意的 第二個這是一個虛擬的團隊 其實剛剛明玉也提到 我昨天也上了其他友台的節目 也有一些政論的夥伴們說 其實他們打電話去問的 其中被列出來的這些資深前輩們 有人回答說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放棄你 這電話的也不卡這個 也不打一個就好 所以到底是掛名好看的呢 還是真的是實戰團隊 相較於我們時中團隊 就是一個實戰團隊 而且馬上各就各位 我們展現出爆發力 展現出我們的這個驚人的意志力 那他們看起來就是一個 採好看的 虛擬團隊 好 那第三個就是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你一個參選者 你一個候選人 而且你參選的是未來的臺北市首都的治理者 你當然要有你的高度 你要你的領導力 現在看起來你的核心鐵三角 你過去的同溫層 你過去的這個 你自己最信任的同學 家人 大姐 那現在要去被逼迫 坦白講感覺出來 有一點點好像是被國民黨 push 或是被林毅華這樣子的總幹事 push出推出這樣子的 戰鬥欄的相對是跟他原本要行錯的路線是不同的 人家說這是火車對撞 不過他們講話開的是牛車啦 可能是牛車對撞 所以我真的覺得重點就在 一個候選人 你是不是做好準備了 那今天我身為陳時中的總幹事 我也要說移找總幹事這件事情 我也可以接一下密 我是在時中部長要正式被拍板 證招提名的大概前不到一個禮拜 有一天晚上很晚 十一點半了 他打給我 所以我看到時中部長 我以為是疫情的什麼事情 台北發生了什麼事 好緊張喔 然後他就大概跟我說 斯堯 如果我決定要投入 那你一定要出來幫我 那我當下就跟他說 二話不說 I am on call 我就是隨時待命 沒有任何excuse 沒有任何藉口 沒有任何推託啦 他不像蔣灣安陣營 本來要找李彥秀 李彥秀不也要嘟嘟嘟 這樣子推來推去 然後到林奕華 那據瞭解也是這樣推來推去 還是主席下令 條件就是 對 主席派給他 而且林奕華開出這樣子的名單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你對於這場戰役 身為你最 應當要合作最密切的總幹事 是用什麼心態跟關係跟默契 再跟候選人配合 第二件事情 其實吳斯堯的選區 我是在士林北投 二零一六年是在一個不可能的戰役當中 大家都記憶猶新 我是跟一個七連任的立委 丁守中在競選 我在一個相對比較藍的選區 我是這樣拼搏出來的 我非常瞭解 我們怎麼樣用一個苦幹實幹的 一個向中間靠攏的 一個新政治的形象 去獲取更多選民的認同 我是這樣 是在這樣的環境 跟選戰的歷練之下 成長茁壯的 我謝謝選民給我的機會 大家給我幫忙 但是林奕華總幹事 他都在大安文山區 所以為什麼端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名單 其實你不難想像就是說 每一個人的政治養成 他所培育出來的政治的視野 或者是他認為安全的那個同溫層 可能未來如果蔣萬安候選人跟總幹事之間 沒有辦法在路線上做一個好的調配的話 那當然大家所討論的很多擔心 未來又走回深藍路線 又走回一些比較跟現代需求脫節的一個選戰的打法 跟未來的市政的願景 我覺得這是比較值得讓人擔心的 但是至少陳時中參選之後的第十三天 踢出了蔣萬安的牛車隊伍 我覺得這是好事 搞不好 還不知道軍隊在哪裡 對不對 那可是要請教的是 剛剛茗玉說 他們除了十三千歲之外 還有兩位千歲叫做丁守中 郝龍斌 過兩天要宣布 所以你的老戰友又要出現了 丁守中 更別講的是 蔣萬安今天很兇啊 他說那個陳時中抄襲他 到底怎麼回事啊 連台北隊長這件事都叫抄襲 蔣萬安很喜歡在他的競選當中 用新聞的尾巴端來為自己的選舉來進行某些空防 比方說那個綠卡的事情的時候 他說那個陳時中應該拿出那個放棄的申請書 大家都要昏倒了 因為人家陳時中是主動說我申請過 但是根本就沒完成嘛 所以哪裡來的放棄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所謂抄襲 他發現現在新聞上的熱點叫抄襲嘛 他說你們抄襲 很兇啊 我今天看到那個臺北隊長抄襲到底怎麼回事 你這總案是已經開始被人家這個質疑了 其實看到蔣萬安從軟趴趴 突然這兩天醒了 突然硬起來了 講話也比較經過設計 也比較有戰鬥力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知道 他必須擺脫過去從救世主到躺平族 你看到他在改變 我也講這是好事 你當一個候選人 你就要當一個起碼及格的候選人 看到他的改變 我覺得好事 但是你批評你也要罵對啊 剛剛這個客戶姐 我們是私下講跟屁從 我根本不敢講啊 就是說 我們是Push了蔣萬安的團隊一把 就是我們推出了好的陣容 然後有好的這樣子的一些步驟 那他們願意跟上良性競爭 這就是好事 好這個正式名詞叫做MeToo 那再說到抄襲這件事情 我覺得實在是讓人不知所云 其實大家都知道小英 二零二零年臺灣隊長 這樣的一個口號 我們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甚至一個饒舌歌手大肌的 他寫了一首歌 臺灣隊長 我們都會唱啊 臺灣隊長 這個是大家都很嗨 所以耳熟能詳 臺灣隊長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選舉的訴求 他更是一個團結的行動 所以我們沿襲著臺灣隊長這樣的脈絡 那我們是臺北隊 大家 臺北隊員的召集令 跟大家報告哦 阿中的LINE群組 我們昨天臺北隊長召集令一發 從第一天的一萬五千個好朋友LINE的 今天已經到兩萬五了 謝謝大家這麼認同這個臺北隊長 所以我們的臺北隊長是有一個脈絡的 那結果才發現 欸 蔣萬安的這個發言人 好像是黃子哲吧 突然在新聞上說 我們抄襲 說他們在幾月幾號 某某時間點已經說過 他們是臺北隊 哎呀 我當下真的覺得 剛剛沒有這件事 怎麼完全沒有記憶點 如果打選戰 你一定要把你的策略文宣宣傳 要打到一定的效果 對不對 可是他什麼時候曾幾何時 蔣萬安說他是臺北隊長 那完全沒有記憶點 那他好好檢討他的宣傳戰術 第二個 如果說是抄襲 那臺灣隊長也是蔡英文先開始 喝的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枝枝節節的事情 重點是我們在選的是臺北市長 誰會是最有能量的市長候選人 誰會是最獲得大家認同的臺北隊長 到目前為止非常清楚 就是陳時中 陳時中他的這個 臺上線 然後以臺北隊長字稱 希望能夠號召所有的臺的粉絲 其實這個是延續蔡英文的臺灣隊長的概念 那蔡英文呢 被認為他之人善用 用了陳時中做衛福部長喔 從他的這個二零一九年之前 就是請他做衛福部部長 在第二任期之前就是他做 然後呢 而且還這個有眼光的請他選臺北市市長 所以臺北隊長 臺灣隊長 這是一國的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 那臺北隊長的下一波是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見面會呢 憑良心講這個見面會陳時中是萬人迷 這個參加報名的粉絲們是非常多 可是我還是要很不客氣的請教一下 總幹事你們的這個見面會 怎麼會變成這個某些操盤手 因為你也是參謀者 都是臺北市的黨部的主委 張茂南是操盤手啊 他們昨天安排了一個大安文山區的陳盛文 那個是前黨部主委的自己提名的人 今天安排的也是他提名的人 也是黃成國的人 第一天第二天都是 然後接下來信義松山區的第一場 你知道是誰嗎 我要證實一下 是張茂南的女兒嗎 可以證實嗎 因為我是接到爆料 內部不平 大家覺得如果臺北市的選舉 是民進黨的選舉的話 那怎麼可以淪為一兩個 把持臺北市黨部的人 他們在那邊先自私之力 先搶資源呢 可以這樣子嗎 你們怎麼避免這件事 如果這種事情不解決 將來每一個活動都發生 張茂南跟張茂南的那個好朋友黃成國 洪耀福這些人的人先上的話 那那些老的立法委員 資深的立法委員怎麼辦 然後呢整個的選戰臺北隊的團結 怎麼往前走勒 非常謝謝寇姐的一些提示跟發現 坦白講這個見面會二十六場 我們在上週我陪著時中部長去拜會民進黨的市議會黨團 那有把未來的一些合作的事項原則跟大家報告 那之後當然我們就很快的規劃要二十六場見面會 那當然執行就是執行總幹事市黨部 他們就是負責聯繫議員 但就我的瞭解是 他們在群組上 然後又PO出候選人有的這些時段 那大家就是比手腳快的 誰去填時段誰就拔得頭籌 然後依自己的選區需求 或是有些候選人他是希望排後面一點的 所以我瞭解起來是 這個時段是開放給議員去選擇 那當然如果大家覺得 跟誰關係比較好 有一些小小的內線 趕快搶第一個 那當然我們是可以來檢討 但是我覺得這整件事情呈現出來的是 大家都非常在乎陳時中這個超強母雞 大家都恨不得搶破頭 我要搶頭香 我要第一個 我要創造最大的場子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那我們要團結 我也再次強調 我自己也有推我的子弟兵在選議員 可是當我接了時中部長的總幹事這個職務 我馬上跟我的這位子弟兵說 這次選舉你靠自己 我全心全意都在市長的選戰 但是那邊沒有市 它是北投市 市令北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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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不會是第一場吧 那我覺得這本來就要有 很好的understanding 我作為一個總幹事 尤其時中部長的團隊 是跨派系的 是真的看到大家都二話不說 你看楚音啊 思瑤啊 瑞雄啊 管媽啊 我們這第一時間各就各位 我們沒有在考量派系的問題 而且陳時中就是一個有凝聚力的 一個這樣子的很溫暖的人 他當他站出來的時候 我在三天內去組建這個團隊 比起蔣官是62天了 思瑤總幹事 我謝謝這個候選人對我的信任 我在組建這些我們的核心陣容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而且大家都是沒有什麼派系問題 沒有什麼妹妹嘎嘎 沒有哪些什麼恩怨情仇都沒有